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雍正正 危險人物2.0 首先 危險人物和大家拜年 這個是危險人物揮春兩個 今天就要做一個慈善的報告 都是講一個後續的 因為2021年香港人 加上退伍軍人聯會 和何東家族寄了很多物資去尼泊爾 當時尼泊爾政府 尤其是香港的領事館 他們要求幫忙 說每8分鐘有一個尼泊爾人 因為沒有物資沒有氧氣機 所以會過生 所以當時我們捐了大概 等待一百萬美金的物資去尼泊爾 今天最重要的後續報告 就是報告給大家 我們捐過去的所有東西 到現在為止跟進了 他們都還在醫院那裡用著 包括氧氣筒和呼吸機 到現在為止 都是在尼泊爾的相關鄉村和市鎮裡 仍然都在用著 所以這個報告主要是告訴大家 有幫你們跟進到你們捐去的物資 是不是還是繼續善用的 由當時的一些氧氣瓶 應該可以用到十幾二十年的最少 如果那些氧氣機 都應該會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今天的報告就是 大致上是說回2021年的尼泊爾捐贈 就在這裡 危險人物同仁 和大家說恭喜發財 請問大致上 每一萬個摩救螃蜬 好 你 我覺得 你看